早餐 早餐 早餐給Soda Snack 早餐 我今天 我早上 平時會放一些狗去 行山 我今天有些事情要做 所以我今早還會放在 Patrick這裡做些事情 我今天下午 我要去做一個PCR測試 因為我之前去了旅行 所以我到香港的第12天 就是最後一天要去做測試 所以這樣 就會做完他 我做完測試之後就教唱歌 教完唱歌就回來這裡 跟Patrick吃飯 可能晚一點 待會回到我自己的家庭 我就再跟他聊天 不過我現在要做一點東西 然後吃好眼 我們待會再見 嗨 到午餐時間了 我現在就做了牛油果 加一些奶油芝士在下面 這個就是我用的奶油芝士 牛油果 這個給Patrick 這個給我的 然後我會再加這個 Trader Joe's Everything Bagel 它已經是有鹽 還有蘿蔔 還有蘿蔔 還有些蘿蔔 然後我現在也做了 我最喜歡的蘿蔔湯 來 中火 來 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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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做測試的 今天就是最後一天我要做PCR測試 那我就正式 free 不用再擔心被人抓去高竹灣 這個說真的是我最害怕的東西 Anyways 那我現在有一點時間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隔離的時候的感受 還有我會推介些什麼 那如果譬如你也在想去旅行 那你也要隔離的話 那希望看完這個影片 可以幫到你怎樣選酒店 或者可以幫到你一點點 令到你隔離 一開始不會覺得好像 不知道有什麼期望 還有第二 就希望會令到你隔離的時候 就會過得容易一點點 那我知道我還沒做完我的Travel Vlog 我知道我現在在工作 但是我想快點出這段影片 因為我可能都會現在去旅行 現在是暑假 所以我就想快點出這段影片 那at least 如果你們現在想去旅行 那要預約隔離酒店 都希望可以 快點有了這個資訊 那你就會容易點計劃 好啦 首先 我會說 說真的 值得呢 去旅行 然後隔離7天 我覺得 如果你是去美國 這些地方 或者歐洲 總之這個時差是很大 其實我覺得可以是值得的 因為 其實我 就算平時不是旅行 我去完美國 或者歐洲 我頭一個星期都要睡很多 因為 始終個人去那麼遠 之後又要有時差那麼大 分別身體是很累很累的 所以是要睡很多睡覺 所以我們其實那個禮拜旁邊 我們睡很多 我們是由9點晚上 即一吃完晚飯之後 就會睡到 差不多去到5點早上 那就是8個小時 當是一個transition period 給自己 透足精神 然後一出來旁邊 就可以 直接去做事 所以其實我覺得一個禮拜旁 我覺得是OK的 我個人還未說想走 我真的 還未覺得 被迫在這間房間很辛苦 沒有這個感覺 我想唯一一件事 我不是很頂得順的 就是因為它沒有給我們吸塵肌 我在家 因為我長頭髮 所以我脫了很多頭髮 我自己在家 都會忍不住 我一天是差不多吸五次塵 只是因為我不喜歡看到地上有塵 有頭髮 這些東西 所以在酒店房 因為沒有人幫我們清洗 我就要自己收拾 但是 原來我用紙巾 又很難收拾 頭髮 所以我覺得唯一是 這件事 我覺得七天就剛剛好 是開始已經 骯髒的 就剛剛好 所以 之前我的朋友做十四天 一天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怎麼做 我住的酒店是 The Langham 其實我們本身是想住 Carrie Hotel 因為我有很多朋友 之前也住過Carrie Hotel 也很好 Carrie Hotel 好就是它望海 你可以一早上開窗 就感覺好一點 我唯一是覺得 The Langham 我那個房間 就是很近的 對著另一個建築 所以 沒有那麼開揚的感覺 但是也很幸運 因為我們旁邊那個星期 整個星期都在下雨 所以 也沒有那麼灰的感覺 如果看著外面 天氣很好 就會覺得有點灰 所以這件事 我們也是很幸運的 The Langham 我就預約了一個大小的房間 本身Patrick想預約最便宜的房間 但是我說 Babe like 我們是七天 可不可以大一點 還有主要 我是想放個跑步機 如果你是一個 好像我這樣 就是喜歡 怎麼都在街上走一走的人 我是很極力推薦 租個跑步機 跑步機 跑步機 很值得 我覺得這件事 是其中一個 是令到我這個 冒險 會覺得很辛苦 因為我是一個 一定要出少少汗 不是每天都要出汗 但是 可能一個星期 跑兩次步 然後 每一天就可能 走八千步 至一萬步 我那次就會分開 早上走45分鐘 吃早餐之前 然後我就會 吃晚飯之前 再走45分鐘 這樣 我覺得這個 很幫到我 睡覺 適合我這一種 真的不可以 這樣躺在這裡 一個星期 我會很辛苦 瑜伽墊那些 因為它店 都是一定要買的 在酒店那裡 所以我就在Decastlon那裡訂 其中一個 為什麼 我覺得隔離的時候 不是那麼困難呢 就是因為你可以 有很多東西送去 你的房間 Pennies Bay 高竹灣那些 就一定不可以有東西 deliver 就是不可以有deliver rule 不可以有Decastlon 或者Patrick那個DJ 設定又不可以寄過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 是挺棒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 每一天最期待 就是一有敲門 那就最開心 或者門鐘一響 因為就是代表 我們的食物到 或者我們訂一些東西到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是喜歡運動的話 就可以在Decastlon Same Day Delivery 可以即日傳給你 我說完那個酒店 我覺得是挺好的服務 因為如果大家有看我的Instagram 都會知道 我是那時候上不了機的 就是我遲了五天回香港 因為上機之前 我們那個PCR測試 原來過了時間 它一定要是 最後來的那班機 48小時前 因為現在是沒有直飛的 有多倫多去香港 所以我們就 我們計錯了 我們以為是低 上機之前48小時 因為我們要做很多Layover 所以那時候我們很旁王 因為我們要 Rebook機票之餘 又要Rebook 那個Quarantine Hotel 那Quarantine Hotel 最重要就是有沒有位 因為如果沒有位的話 我們預計機票也沒有用 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很旁王地打電話 去Langhan 但Langhan那裡 他就要接駁我 去Booking Department那裡 但是Booking Department那裡 一直Hold住都沒有人聽 半個裝都沒有人聽 九個字都沒有人聽 然後就開始害怕 因為我想快點覆了機票 等一下我沒有了就死了 這件事是有一點點不好的 很難得跟他們 最後我叫我媽媽打電話 去Langhan 然後直接找Manager 聊 那最後就 容易一點 因為我那時候在外國 連聽電話都聽不到 覺得很無聊 幸好我媽媽可以幫到手 這件事我覺得他們 有一點點 我覺得要多一點聽電話 但是除了這件事之外 其他要Rebook那些房 他們都很好 都沒有說要收多點錢 因為說真的 這個是我們的錯 就是我們沒有看清楚 那個時間 所以上不了機 但是他們說 因為你上不了機 你只要傳給我們 那個Confirmation 和你的PCR Test 我們可以免費幫你騰 所以這件事很好 因為我們主要 不想再浪費錢 Rebook的Hotel 因為Hotel很貴 我們兩個人 包了三餐 七天 帶一個房 要24000元左右 很貴 因為沒有人幫你修房 任何東西 不是很貴 所以我不知道那些人 怎樣 21天要吃六萬多元 那就是 全世界最不貴的錢 放在那裡 但是 所以我們那時候 是不想再 扔二萬多元來 就是 再Rebook那個Quarantine Hotel 所以幸好 他們都很好 所以我可以以免幫你移動 那食物 我會推薦 如果你在The Langham 那裡住 就真的要 點餐他們的中餐 他們通常 在你們住之前 他們會送 米粉給你們 可以自己選 喜歡吃什麼 那我就會 強力推薦 中餐 西餐其實真的 一般 尤其是 有點像 以前上學的 那些 Cafeteria food 但是他們的中餐 是真的好吃的 所以其實我跟Patrick 都沒有說 叫很多 Deliveroo 或者Food Panda 我甚至叫了我媽媽 那些米里 那些飯糧 叫他拿過來 然後 因為我喜歡吃我的糙米飯 最主要是這個 因為我不想吃白飯 所以我就叫媽媽 送去酒店 Reception 然後他們會送上去 所以這件事 都覺得不錯 媽媽那次都一直 有送湯 給我 送水果 我覺得最後一樣 是真的可以幫到 我跟Patrick 這七天天天天對著 都覺得 我還沒驗大家 因為我也有問他 你驗我沒有 每天24小時對著 那都沒有 我們也沒有覺得 好像很壓迫 好像沒有個人空間 可能我們就是 有個routine 那我們 好像我剛才也說 我們5點鐘 凌晨起床 那我們通常 都會在那裡 攤一下 玩一下電話 去到6點幾 那我就會 開始做一下瑜伽 一開始 那我就有一下stretching 然後我就會再去 走一下45分鐘 我通常隔天 做真的劇烈運動 如果不用做劇烈運動 那我就會洗澡 大概8點半早上 他就會送第一餐 就是早餐 然後吃完早餐 我們都會 在那裡 Patrick有玩 有些DJ 他想學DJ 所以大概12點半 他們就會送 午餐 那我們吃完午餐之後 我跟Patrick 就會開始 各自做事 那我真的會做事 然後去到大概6點 那我就會再走45分鐘 45分鐘之後 就剛剛吃晚飯了 我想因為我們 這麼早睡 所以就覺得 好像時間過得很快 可能時間過得最長 就是當你5點鐘之後 早醒的時候 不過那時候 是RELAXING TIME 我們在這裡 所以 又不覺得很MIND 因為平時我們都喜歡 晚上睡覺之前 在這裡看電影 就變了早上 因為我們現在通常 6點半吃完晚飯之後 喝一杯紅酒 這樣 我們還在旅行 還沒有完全 回去工作 那個MODE 所以就給自己 喝一杯紅酒 就開始很累了 開始很睏 Patrick通常8點多 他已經開始睡覺了 所以這樣已經一天了 所以其實很快 我覺得 這就是我在Quarantine的心得 希望大家覺得有用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都會儘量解答給大家 不過 現在應該差不多時候了 剛剛好3點 還有在我走之前 讓我給你們看一下 我今天穿什麼衣服 那這件TOP 我是在紐約的時候買的 這個是VINS這個牌子 其實它也有一個SKIRT 很漂亮 但是SKIRT我要Ultar 弄小一點 因為有點太大 不過 這個TOP 然後這一條褲 就是我在Market Liberty 要走得很遠 對 在Market Liberty那裡買的 就是在蘭桂湯 在容器對面那間 超舒服的 大家很喜歡穿這些 很適合夏天 還有綠色 就是很不錯 然後我現在最喜歡用的 就是這個身袋 先選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牌子 就叫做Murda 本色就叫做 Elvera Top Handle Bag 100%在意大利製造的 那我很喜歡這個灰色的色 因為我覺得很百搭 灰色有點像玉色的色 真的搭配什麼都可以 還有我本來的袋 我也是喜歡這些 金色的硬件 這些白色 灰色 然後就好像爆出來 頭全部都是金色的 而且我很喜歡它 用這些硬皮 不會怕好像有時候 用皮 用得多就會越來越軟 那些皮就會軟 但它這麼硬的 我就不會怕它會走樣 我為什麼選這個袋呢 因為我很喜歡它 這個classic look 我覺得它這個扣 也做得很漂亮 就是你這樣打開 然後裡面也裝了很多東西 清清 裝滿了東西 我覺得它這個袋 是真的很好用 而且這些 不用怕粗用也可以 我喜歡它這個袋 又可以夠長 就是想它的手 方便一點 又可以斜背 或者整條袋 除了它 就更加女生 我覺得我今天這個袋 就不太適合女生 我覺得這個袋 就可能casual 一點 所以這個就是我今天的 OOTD 就是這樣 又很適合夏季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這個袋 想去看看他們的網站 我把他們的網址 放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box 你們可以按進去看看 他們現在也在做一個很好的公開 就是6月10日至6月27日 如果你用這個discount code rewardsnap618 買滿250美金 就可以拿到18% 再加上 它會送這個opera chain給你 可以扣著的袋子 這些全部都是用真皮 所以就是超划 尤其是像我這些 比較粗魯的人 即是不太懂得鏡石袋 這些就真的最完美了 你看到是很硬的 它的袋子 完全不會走型 我在它的網站那裡 我自己也看中了幾個袋 我想我也可能會買 對 我在這裡展示給大家 對,我很喜歡這個edra small bag 它是有點像Dior這個saddle bag 但是是便宜很多 你看Dior應該是加個零在後面 三萬多元 那這個款 我喜歡它這個啡色 因為我覺得好像真的 一個馬鞍 那樣 所以我想我可能也會買那個 再加上我也沒有啡色的袋子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 然後另外一個 我也看中了 我很喜歡的 就是這個 Brigitta 它這個 很像Alman's 那個小小的 帳戶 但是第一次 這個又是三千多元 只是 再加如果18% 就二千 九百幾 美不到 真的很便宜 對我來說 買袋 買衣服 其實我已經不在care about 名牌這些東西了 就是最主要是 那些質地漂亮 那我可以用得來 和款式漂亮 那就可以了 這個白色和粉紅色 我覺得真的超漂亮 又elegant 對 大家都跟我一起shop一下 是可能我買給我媽媽 這個好想要我媽媽 7月9日生日 讓我買給她做生日禮物 可能買多一個 15可以和媽媽配合 好了 所以 我們現在去做我的測試了 去到測試見 太喜歡今天的錄 走之前再演一下 Bye baby 等下見 等下回來上課教唱歌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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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剛剛回到家 快點吃個朱古力 特教唱歌 朱古力是我的最愛 她看著 你好 Muchi 坐 好女孩 下 下 下 Kiwi 不是你 下 下 超好 快點 凱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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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下 下 我現在是吃了 現在是吃了 現在是喝了一些奶 現在是看一個Netflix 我現在吃了辣椒 《Carolina Reaper》 這個叫做《We are the Champions》 我看起來很美味 但它們很辣 我確實是 如果你看看這裡 它們看起來好像是想吃的 但可能會吃的 不,我不想吃了 晚安,芭蕉